7月27号早上的4点40 小牛到家的第三天 状态不错 然后这个扣记得不太好 老牛开 这又开一个 拴绳子 早上好呀朋友们 我们就准备开始喂牛了 昨天刚把料送过来 然后我们也有了新的撒料车 今年喂牛的方式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 拍给大家看一看 包括用什么料 包括洒料车怎么用 我们洒料车 要经过两天的调试 已经可以使用了 就是窄了点 现在我们家牛还是比较小 还得拉股价 然后只备三种东西 现在鱼装装弄的那个叫15%的浓塑料 也叫15%的大鱼混 就不用添太多其他的东西了 加豆粿就可以了 这味道挺香的 买头牛一天一斤 嗯牛刚回来给的还是比较少 让他们缓一缓 然后这个玉米面一个牛一天两斤 两斤半哈 嗯 一个牛一天两斤半 三十二点五是吧 怎么淋不淋着 这料还不会掌握呢 行 这个是豆粿 也是我们饲料厂给发过来的 就是我就始终觉得豆粿你要自己买的话 不太容易买到合适的价格 也不太容易买到 就是完全真的豆粿 他们厂家订购的还是好一点 这个是大连九三的 这个就是稍微碎一点 不是那种一大片 一大片一大片 接下来 就这样子 好 是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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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这个洒漏车 那喂牛快的不是一行慢点 太快了 几分钟就填完了 但是我用的不太熟悉 有的地方少有的地方多 还得调整 池口不错 都吃 那边撒的这多 然后敲再巴拉巴拉 回回到边得剩点 前面我就不敢撒太多 我怕后边没有 晚上我就得一敲一敲 完了我就匀着点撒到最后就得剩点 还是没习惯 等我再习惯习惯 不过这一车就能把料撒回来 挺好的 这个是我们家 锯了鸡脚的牛 比我们想象中恢复的要好 也没影响吃 这批牛到家的第三天 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应急了 因为这个牛在姐夫那已经过渡几天了 能吃能喝 也没什么疾病 只有一头牛 只有一头牛现在是有一点吃口不好 有一点拉稀 别的问题倒没有 这个吃口也逐渐逐渐的恢复了 就一天吃的比一天快 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是长肉了 然后鱼双双再给牛撒一点那个发酵料 这个是预防肠道应急的 这个里边有活菌 每克有100亿的活菌 这刚到家的 你看我今儿长发现北边有两个 这边有两三个 就是分别都已经不成形了 换这个 换料换草 换料啊换草啊 都有这个应急 然后这个里边是有蛋白的 有18个蛋白 这里边还有玉米 比如说咱们中后期 就是穴 就是穴腿的 或者是吃不进料的 两斤这个发酵料 顶一斤的玉米 你给它处理伤口啊 我不是凉皮了吗 嗯 这妈说它拉西拉的挺厉害 给它凉一下 嘴巴底还有草呢不吃了 这牛多胖 这牛多胖 拿你的手 就往它的屁屁里边放 看点点 现在有四五个 拉西比较严重的 正常 这其实都是肠道应急 是 这不是喂了应急料 喂的发酵料呢吗 完事 你把中间风扇底下那个牛 也给它量一边一会儿 看看它烧不烧 烧了赶紧打针 看我的大牛吃完了 从开始到现在吃了四十五分钟 然后慢慢的让它再舔一会儿 这个牛刚刚量完事高烧 四十一度 给它扎上这儿 扎上退烧子 你这给牛打了啥呀 退烧子 干啥学大夫呢 它还掰呀 它这个皮身厚 妈呀我都直接求 妈呀我都直接求 别害怕啊 这大牛一拍 都得劲 给这些牛该打针的打针 该吃药的吃药 该处理伤口的处理伤口 就是应急期就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等这个 我觉得三五天就差不多 因为牛比较大应急也比较短 三五天就差不多 等这个应急一结束 就正常的四位 把料正常加满 好好养吧 加油 好